人标及新喜剧之王宝首个预告 王宝强只是客串 主演阵容让粉丝失望 说到演艺圈中的喜剧大咖观众粉丝们 应该都会想到周星吃吧 星爷自从打开知名度以来 确实为大家带来了无数经典作品 这种无厘头的搞笑作品 的确受到了观众网友们的追捧 现如今星爷也退居幕后多时 但他导演的作品 却曾出不穷当时的美人鱼 一播出就惊艳了众人 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周星时的新作品 新喜剧之王宝 只要是星爷的影迷一定都看过 他与张国芝主演的喜剧之王 那句我养你啊 时至今日都还是网友们常用的台词 现如今新版的喜剧之王 也已经定当于大年初一 虽然说观众们都很希望周星吃 能够延续这部作品的经典 但想让他亲自出山 几乎是不可能了 近日新喜剧之王 也爆出了首预告 没想到 王宝强只是客串主演阵容 让粉丝们失望 大家刚知道新喜剧之王开拍时 就非常期待这个主演的阵容 种种证据与海报上背影 都让大家猜测这部新作主角 就是王宝强 其实王宝强担任男主角的位置 是非常合适的他出道以来 饰演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喜剧 他由内而外接地气的感觉 也非常符合星爷的一贯的记录 身为票房保障的王宝强 若是能担任主角想必效仿 又将大卖了 不过 从新喜剧之王爆出的预告 来看王宝强的戏份并不多 海报上出现的白雪空乳造型 确实存在他穿起来 的确是满满的违和感啊 不过脚上的红色高跟鞋 却驾驭得非常不错 但一个主角在预告中 怎么可能镜头如此少呢 并且 每个镜头也都是一滑而过 说了一句话就没了 谁都没想到 王宝强在这部剧中 只是个配角客串吧 不过拥有不俗演技的他 想必也会再次给大家带来惊喜 预告中镜头最多的 就是一堆素人 与这个导演还是编剧 这些群演的出镜次数 远远多过王宝强 很多人都知道 喜剧之王就是描写 他自己当群演的时候的人生经历 很多观众都无法接受 这次新喜剧之王的主演是脸生的群演们 而出镜最多的这位女演员 很有可能就是女主角了 有粉丝表示自己很失望 毕竟大家都以为这部影片的阵容会非常强大不过 也有粉丝赞赏星爷的大胆选举 具体情况 如何杂蒙还是要等到大年初一新喜剧之王上映后 才能见分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